受众设计模型提出 语言风格的改变主要是为了回应演讲者的受众 听众的讲话表达距离 该模型由艾伦贝尔 艾伦贝尔·艾伦贝尔于1984年开发 他提出语言风格的变化主要是针对演讲者的听众而发生的 根据受众设计模型 演讲者将演讲与受众保持一致 透过使用与受众所使用的语言相似的语言来表达团结感或亲密感 例如如果听众是年轻人 演讲者可以使用俚语或口语来与听众建立联系 如果听众是老年人 演讲者可以使用更正式的语言来表达团结感或亲密感 根据观众设计模型 演讲者如何远离观众的演讲来表达距离 受众设计模型提出 语言风格的改变主要是为了回应演讲者的受众 根据该模型 演讲者要么将演讲面向听众以表达团结感或亲密感 要么远离听众的演讲以表达距离 为了远离听众的演讲来表达距离 演讲者可以使用多种策略 例如 受众设计模型与其他社会语言学模型的不同之处在于 它提出语言风格的变化 主要是针对演讲者的受众而发生的 根据该模型 演讲者要么将演讲面向听众以表达团结感或亲密感 要么远离听众的演讲以表达距离 这与其他社会语言学模型形成鲜明对比 例如互动模型 该模型提出语言风格的变化主要是根据说话者与其他说话者的互动而发生的 受众设计模型如何应用的一个例子是在教育领域 教师可以使用此模型调整教学风格以满足学生的需求 例如 如果教师注意到学生难以理解某个特定概念 他们可以调整教学风格 让学生更容易理解 这可能涉及使用更简单的语言 提供更多范例或将概念分解为更小 更易于管理的区块 透过调整教学风格以满足学生的需求 教师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和参与材料